实力派有多看不上偶像派 杨幂在台下候场时 看到孙丽从面前走过 远远地就热情地跟对方打招呼 谁料对方里都没理他 竟只走过先和旁边的老戏鼓章加一打招呼 之后才想起和杨幂问候 杨颖拿到最佳女配时 只有导演和他的老公黄晓明起身祝贺 当他在台上表获奖感言时 台下的观众脸上也都是一脸冷漠 反光黄晓明获得金鸡奖最佳男主时 周围的演员全部起身为他鼓掌祝贺 刘浩存和朱亚伦一起参加活动 刘浩存一路小跑地给朱亚伦送话口 谁知朱亚伦直接跨过他 去和上台的尼大洪拥抱寒暄 刘浩存也只能尴尬地站在领地 某次颁奖典礼上 主持人提议让周星驰考验一下心愿的演技 没想到几个小鲜肉的演技一个比一个尴尬 蔡旭坤更是一脸的不情愿敷衍了事 看周星驰的表情 这要不是在公共场合就要忍不住发飘了 迪丽热巴拿下精英是否 两个老锡鼓在颁奖时却互相推破 谁都不想宣布这个节目 热巴上台领奖时 台下的老锡鼓王刚和严一的表情也是耐人询问